与波涛汹涌的海面相比 海面以下的世界更是暗潮涌动 珊瑚礁的缝隙里 海底的泥沙中 幽暗的深海世界 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追逐与泊沙 海洋动物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掌握独门绝技 今天就让我们去见识见识几位超能力者 首先登场的是一位实力派 雀尾螳螂虾 虾如其名 它的外形似孔雀般艳丽 而且还掌握着类似螳螂的攻击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对寄居蟹的一次猎杀行动吧 雀尾螳螂虾 习惯于潜伏在珊瑚礁之间 或者在海底游荡 一旦发现猎物 它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上去就是一连串猛烈垂击 一拳 两拳 三拳 寄居蟹的壳被瞬间击碎 却尾螳螂虾的铁拳 其实是它的第二对恶族 一拳下去 能拥有104公里每秒的加速度 力量是其自身重量的2600倍 在危机四伏的海底世界 拥有绝对力量的毕竟是少数 学会巧妙的建立 也是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印鱼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看 印鱼的头部 特化出了一个吸盘状的器官 这可以帮助它 吸附在其他海洋动物身上 甚至可以借此环游世界 可怜的海龟先生 你宽厚的背部 看起来就像宽敞的公交车 就连在凶猛的鲨鱼身上 它也能讨到便宜 除了能享受高铁般的速度 就连填饱肚子的问题 也一并解决了 它贴着鲨鱼 一路可以知道 鲨鱼吃剩下的食物碎屑 接下来这位电蛮 是个狠角色 它神奇的力量 是它竟然能在水中放电 就算凶猛的鳄鱼遇到它 也只有被电得浑身发抖的份 我们曾给电蛮做过一次测试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实验要用到的仪器 就是这个 中物放电测试仪 那这个仪器与它相连的 有我们的金属碳头 这个碳头一会儿会放到水里去 因为水是导电的 所以如果电蛮再放电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机器上就会读数 读到的这个数值 就是电蛮放电的峰值电压 我们可以喂食 让它来捕获食物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 那这个感觉 这完全没有 但是果然尽量 就是老师 他来丢下 我来丢下 该两下 没有 就不可以 我来 下 我来 你 下 你 我来 补 但是这个数字它变得特别快 就说明它们是在不断地在放电的 就是在往下放一点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是吗 有多少 这太快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回放 测到的峰值电压有800多幅呢 人体安全电压为36幅 家用电器电压为220幅 如果800幅电压直接作用在人体上 那必将造成极大的伤害 甚至有生命危险 海洋中的这些神奇生命 无不是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 越是严苛的环境 越能造就非凡的能力 每个能够延续至今的物种 都值得我们赞叹 报告 请听听 深海中太阳光微弱 深海动物 还能够用视觉来维持生活吗 请选择 我刚刚在看那个短片 摄像头所呈现出来的 好像是我们在夜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些特警 在抓捕坏人的时候呢 他会用一种夜视仪那种 他可能不需要阳光 但他眼睛独特的构造和结构 也能够帮助他看清一些猎物 就是放大了别人没有的视觉功能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用不上的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看在 生长在那个洞穴里的鱼 包括蝙蝠 它们都在河岸的环境下 就没有视觉这一说 我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事 张老师 如果一个鱼 它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 那么它的眼睛是正常的 如果它在一个 稍微灰暗的一个环境中 它会睁大眼睛去看 对吧 所以它的眼睛会变得大 因为它要使劲地 睁大眼睛去看 因为很多鱼 它是有趋光性的 大家不要认为 深海里的动物 没有光线了 它就没有视觉 实际上它是有的